叫啥也 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被村民俘虏 村民对他们进行审问 村长问他们叫啥没反应 老江才想起来忘记把堵他们嘴的东西拿下来 老江拿下之后 村长继续询问 翻译官是真怕死 村长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 日本兵拒不合作 上来就破口大骂 可村民听不懂日本话 还以为日本兵骂的一连串的话是说他的名字 没办法就只能让翻译官翻译 而翻译官为了保命 就把日军的军事经历全都交代了 询问完毕后 两人被村民关了起来 他们无时无刻不想地逃跑 此时一支日本部队路过村庄 日本兵和翻译官赶紧大叫起来 好在他们的音乐太大声 两人的吼叫外面的日本兵根本听不到 被俘虏的日本兵见逃跑无望 就开始疯狂自杀 老江见了慌了 毕竟俘虏还有他的利用价值 无奈之下 他只好把二人裹成粽子 把翻译口口地喂给他们吃 可日本兵想用绝食来抵抗 并吐了老江夫妇一脸的唾沫心子 翻译官为了保命说日本兵要吃白面 这年头 老江他们家自己都没白面吃 但为了不饿死日本兵 老江夫妇只能向邻居借点白面 而日本兵为了让老江将他杀了 就让翻译官教他一些骂人的中国话 借来白面的老江夫妇包好饺子 准备给两个俘虏送去 没想到日本兵发挥了他的超强想象力 来た と その時が来た 奴らの足音が聞こえる 狂気を持っているのが見える 教えてもらった下品な言葉を 頭にして打つんだ 激怒させてやる 侮辱して抜倒してやる 激怒させてやる 侮辱して抜倒してやる どうぞ 遍 何度 Mobile 我 在日本呢 说好话咋还没好脸呢 日本人生气和客气都是一个模样 要不咋叫鬼子呢 女人生气和客气 冲了冲了 别说了啊 话都是挺明白了 备份弄差了 我要是你的爷 你都是我的孙儿 这咋的不能是我的儿 明白吧 这人不是谁的女 最有谁的女 所以她也听着不懂 最后日本兵吃着饺子 感动的哭了